欢迎来到今天的怪物语术生 我是方法,方法的方,方法的法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刘明伟医师 欢迎 方法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刘一师是医美跟整形外科的主任 目前是 这两个东西其实有点像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医美跟整形外科有什么不一样 医美基本上是现在很火红的一个问题 一个议题 医美其实是在整形外科领域的 其中一个指向目而已 整形外科其实包括所谓的一般整形 像一些伤口 慢性伤口,糖尿病的伤口 或者是颜面 自制的一些外伤 那甚至还有包括比如说烧烫伤 有没有 大家所知道的 那另外有一些就像是一些 颅檐、脸 或者头颅的一些先天后天的畸形 比如说它一出生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兔存吗 兔存这也是 对,这是先天 那有一些是属于这种 像后天外伤造成的一些 颅檐的一些残缺 这也是整形外科在做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像是手 手外科 也包括所谓的先天后天的 异常、外伤这些东西 那其实它包罗万象 但是最后这些比较精密的部分 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显微手术 比如说刚刚讲手 或者是颜面来说的话 有些比如说神经的一些手术 我们要用显微镜来做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 我们的领域非常的广泛 所以常常这个急诊室 大概十个有九个都找整形外科 因为都是车祸外伤这些东西吗 对 那医美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我们是建筑在刚刚的那些基础之下 所以我们在医美上面来说的 那个地基打得比较扎实一点点 所以在做任何的治疗 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我们还有后续的能力来把它解决掉 那这跟我们一般坊间 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科所改行到 医美是会有点点差异的啦 哦 是 所以这个医美等于是说 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有什么功能上的状况 或者是就是外形看起来 可能有些损伤的 然后我想要做的更漂亮一点 或更美一点 然后再去做医美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整形外科领域 就两个方向嘛 一个就是功能 要符合我们的需求 第二个就是美观 要达到我们自己的审美观念 那很多东西像医美的部分呢 它大部分都是跟医美的外形有关系 它的功能或许是其次啦 比较不影响它的一些个人生活 哦 所以主要差别是功能性啦 美观性 美观性跟功能性 功能性的话呢 是在我们其他领域比较重要 像我们有一些颜面外伤有没有 它外伤了以后脸会麻啦 或者是它看东西 视力上面会有些影响 那可能要借重这个整形手术的结果 把它调整功能 但是呢 假如说它这些功能没问题 那它的外形 是有一些差异性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医美的方式 来达到它的需求啦 这不是它必要的 因为它就算这些功能是正常的 它的外形 其实不影响它的生活 对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差异性 就是在它的美观上面 哦 所以如果是像是哈利波特里面的佛地魔这样 它的鼻子基本上是没有的 然后就是鼻孔露出来 这个是没有功能的问题嘛 但是就是很 美观上面很有问题 当然这个功能的问题 这种就算是医美对不对 对 假如说它觉得它的功能是OK的 那就剩下就是 医美的一个美观的改善了啦 嗯嗯嗯 对对对 其实在某些职场上面来说是蛮重要的 因为它觉得说它 呃在职场上面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自卑感 那假如说是可以用一些 呃 不管是简单或者是复杂的一个治疗方式 达到它的目的的话 它其实增加信心 在职场上面的表现或许更好啊 哦 有些可能是感情上面的表现也是吧 感情上面的话 觉得自己的外形没有那么有自信 你再一直有做一些医美 就会比较有自信心 对 方法讲到这个其实就是遇到一些 比如说哈 它的婚姻或者它的一个两性的关系 不太理想的时候 它会责怪自己的一些外形的不理想 嗯嗯 那这种情况的话 他们会来做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条件就是说 你的问题真的是在外观吗 假如说是的话 那或许就有解了 但是假如说它并不是外观的问题 而是其他的一些 个性 个性的问题的话 那你要改善 用医美改善后 我想这个问题还是在那里啊 哦 是 所以这个的话 就会变成是我的等于是伴侣跟自己的要求可能会不一样 比如说伴侣可能喜欢双眼皮 它本来本身是单眼皮 可是单眼皮并不是不好 对 就像这种状况是不是就是您就不会建议他会去做 这个问题其实都是切入很重要的一些问题所在 像其实有一些人呢 他觉得他单眼皮没有特色 其实就我们专业的医师来看 我觉得很漂亮啊 而且是蛮东方的美 但是他个人的感觉是说 他觉得比较没有精神 好像人家觉得他就是爱睡觉 爱睡觉的样子 对 这是他个人的感觉 那你刚才提到说 他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他的男朋友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都希望他在咨询的时候一起过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听听看他们两方的意见 假如说两方的意见是一致的话 我觉得这个手术做下去意义比较大一点点 因为做下去就不能后悔了 对不对 总就是说做下去总是你有手术的话 就是会有刀口 会有疤痕 不管明不明显 那这种东西其实就是要很慎重了 不能把这个手术当做一个 好像没什么的一个议题这样子 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因为他总是有恢复期嘛 会肿啊 甚至要拆线啊 瘀青啊 这些问题还是要注意的 因为他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或者是那一两个礼拜 甚至到几个月的一些外形的变化 那另外一半其实 他的意见也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 当然过去大家是说 假设是女为月己者容好了 他是为了另外一半嘛 但是在现实的环境来说的话 我个人觉得说 女为月己而容 或许更重要 他其实他的一个在 在生活上的必要性 完全听另外一半 或许也不是那么的公平啊 但是我想这两方面或许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啊 是 可是这样子会有 会有些人他就是用自己的美感 或者是他是用别人大家的美感 这个是有两种不同的美了 是 这个东西就牵涉到一件事情叫流行 那像我们这个东方 的那个流行的美 过去都是从日本 那现在慢慢转移到韩国 那过去来说 更早之前的话是以欧美 所以我们早期的话 会看到有些人用欧美的条件 在东方人的脸上来做手术 就是双眼皮要很大 对不对 对 结果没想到 卸妆以后 很可怕 又不那么好看 所以我们当然目前为止呢 我们都会大概以东方人的特性 来做一些修饰 是 那至于说你刚才讲说 自己喜欢的美 跟大家所要求的东西 我基本上在不同种族的话 大致上有不同种族的要求 当然在同种族里面 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些 个人的期望 等等 像我过去就有一个患者 那他就是很喜欢一个 大陆演员的眼型 他就很有一个偶像就对了 对 那他来门诊的时候呢 他就把他的手机打开 刘医师 我要做成这个眼型 我要做成他这个样子 对 那我评估过后 因为东方人嘛 大概差不了多少 我说OK的 所以我们在手术中间来说的话呢 我们就把一个iPad 把这个他要的一个 大陆的影星的眼睛放大到最大 然后我就是边开 边参考 边参考 那做完了以后呢 他甚至觉得是 我是他的再生父母 这么强 对 所以这基本上是 还是会有一些个人 比如说你像眼头 他这个双眼皮 是要做封闭式的 还是开放式的 还是说有一点封闭 又不要太封闭 半封闭的 半封闭的 这都有差 这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有时候呢 还是因为会有一些 个人解剖学的一些差异性 没有办法完全达到 所以我们说实在的 这医美不是雕刻 雕刻的话呢 你在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 材料上面来做 那基本上容易达到 你要的东西 万一做不好 换一块材料再做 但是在人这种生物体上面 来做的时候呢 有时候你大概 没有办法像雕刻一样 因为你知道伤口在 形成之后 我们手术之后 它还会在六个月内 有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的过程中 比如说因为 我们总是有伤口 伤口的话就会有疤痕 结痂吗 对 疤痕的话会有一些 生物力学的收缩 比如说你们胶原蛋白的收缩 或是其他一些 疤痕的一些拉力等等 它的形状还是会有改变的 是不是有些人会说 会有软缩 伤口软缩是这个吗 对 你讲到软缩的话 那是属于一个病态收缩 也是一种收缩 只是有问题的 对 是有一种问题的 那大部分都是跟 它的一个体质 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 卸足肿 或者是真身性疤痕 或者是它因为感染的关系 造成它的病态的收缩 那就不好 而且会产生一些 硬硬的感觉 那正常的收缩的话呢 那是属于生理现象 那有点不一样 哦 是 对 OK 那这样的话 就是等于是 我现在要问一下刘医师 这个伤口 伤口如果是 就是它软缩的话 就变成是会 要再二次 再去处理吗 其实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讲的软缩 最常讲的位置在哪里呢 是在胸部 像过去有些人做 熔乳手术 那这种呢 它产生的一个叫做 夹膜软缩 那夹膜软缩 刚刚方法提到 是不是一定要手术 其实看等级 在胸部来说的话 有四个等级 通常来说 第一个等级 跟第二个等级 是不用去管它的 那第三个等级呢 开始会有一些变形 那第四个等级 除了变形 还会疼痛 有症状的时候 那我们才需要去 把它做矫正 那在有些人 鼻子的部分 也有类似的状况 那就是要看了 也是看到的一个 严重程度了 简单说是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 这个美到底要怎么样算美 比如说只要我觉得 我想要够美就好了 还是说要怎么样 判断到底怎么样 是一个比例的平衡 或者是说 你这个眼睛要怎么样的比例 三比二还是怎么样 一比一比一什么 是有分上中下停 左边右边这种 有 这个其实美有很多的面向 第一个的话就是 要有左右对称 因为我们就是 有左手右手 有左眼右眼 左眉右眉等等 那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一定要达到对称 当然有些人不对称也美的 但这是另一个话题 那我们基本上 比如说我们要做 双眼皮 做鼻子 做胸部 等等 或者是要做抽脂 我们会先把它的一个 中线画起来 那中线的话呢 我们在骨头上 在皮肤相对应的位置上面 可以把它有一些特征点 我们可以把它连成一条线 然后呢 我们可以依照左右的一个 状况来把它定位好 那你中线没画好的话 你的对称性可能就会有点差异 所以中线是最重要的 当然有些人先天就不对称了 他可能脸本来就骨头有点歪 那这样就怎么样变对称 对 那这就是要看 你要把大的地方变小 或者是要把小的地方变大 那做的方法当然会有差异 大的地方变小 比如说它是骨架的问题 我们势必得把骨头做处理 比如说小骨 磨骨 就感觉大手术了 对大手术 影响的层面也蛮大的 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就是说 那我就不要把那个大的变小 我就把它小的变大 但是前提是小的变大 会不会两边对称起来是比较美的 所以要先讲好 那小的变大呢 我们有很多材料 比如说是填补 像是玻尿酸 维金磁 或者其他的像伊莲丝等填补剂 或者 填充物 对填充物 或者是什么呢 自己的脂肪 自体的 对 抽出来再把它打上去 那这是属于 我们把它的一个左右边做得比较美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只有对称的问题 对不对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它的比例 那刚刚方法有提到一个比例的问题的话 我们刚才讲上中下庭 所谓的上庭的话 就是所谓的这个 法际线 法际线到我们的眉间 这条线 水平线中间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们眉间这个水平线 到我们的嘴巴 这个水平线的地方 好 再来的话就是 嘴巴以下到下巴 我刚刚讲错了 应该是在鼻子这边才对 鼻子以下到下巴 鼻子以下到下巴 这是算是下庭 所以变成可以分上中下 这叫三庭 上庭 中庭 下庭这样子 那这三个部位的一个长度 基本上是要一样 要一比一比一 一比一比一 当然这种东西就是说 美的问题刚刚好 那当然最好 没有刚刚好 也未必不美 这是很重要的地方 对 那假如说 我就是要把它弄成比例的话 那你在法际线到 眉间的这个位置 你是要看什么去调整 那有些人会觉得 它的法际太低 好 那我就很简单 我就把它做法际的除毛就可以了 对 那如果法际太高 那个有点秃头的话 那就直发 就要直发嘛 直发 对对对 好 再来的话就是说 像是我们中脸部 中庭的地方 它的改变 稍微困难一点点 因为那个地方牵涉到骨架的问题 那当然是有人利用这个 就是正骨手术 把骨头把它延长 或缩短的方式 那那个动得会比较大 那在中庭这个地方 有像是鼻子 眼睛 所以我们可能 要特别小心 那再来的话就是下庭 下庭的话呢 基本上呢 有人太短 那你可以用 刚刚提过的正二手术 把骨头延长 那或者说 我就直接填补 刚刚讲过的填补剂 放东西进去 放东西进去 植入一些矽胶的东西 卡麦拉的东西 或者是直接打脂肪 打填补剂等等 让它延长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那这是垂直的部分 那横的方面来说的话呢 我们刚刚讲上庭嘛 上中下 三庭 再来就是五眼 五个眼睛 什么意思 五眼的话就是从耳朵 到另外一个耳朵中间 把它分成五等份 那每一等份 相当于一个眼睛的宽度 这样就是一个好的比例 比如说 我们的耳朵到外眼角 这是一个眼睛的距离 那眼睛当然就是眼睛的距离 没错 再来的话就是内眼角 到另外一个眼睛的内眼角 中间也是一个眼睛的距离 总共加起来就五个眼 五眼 所以叫三庭五眼 这个是什么样的理论基础呢 还是说是什么样的 大家是怎么样约定书成 成为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说 所有美学 包括一些 不管是在美术相关的一些学者 或者是在医疗 或者是在其他的艺术相关的人 所共事的结果 认为这种的比例 比较符合美的感觉 当然里面有一些 协调的因素在里面 你看看有些人 就是眼睛很宽 硬膛很远 那其实你会觉得 他不是很好看 那有些人的话 像以前一眉到人 眉毛都没距离的 黏在一起 眼睛太近了 那也不好看 像我们有个病人 他就是车祸以后 本来很漂亮的 结果车祸以后脸变形了 撞到脸 对 就他两个眼睛 变得非常的近 那也变得不好看 会变成就是觉得 斗鸡眼吧 他等于是眼距太短 眼距太短 那这个也是不好看的 那这个要怎么处理 这可能就要动到骨头手术 假设他是因为外伤的话 或者是先天的一些 颅炎的问题 造成这些比例不好 真的要做 那就是做骨头的一个 矫正手术 就是三四个大手术了 对 所以刚刚提过的 第一个 左手对称 要有中线 第二个 三庭五眼 这些比例问题 那当然的话 还有一些 东方跟西方的一些 美学文化 比如说有些人的话 他就会觉得说 东方既有的 颧骨太高 比较对夫家不好的 一个讲法 客夫 对 这其实蛮大男人主义的 一个说法 那其实在西方 他们的女性 反而希望他的 颧骨高一点点 是觉得这样比较 对 他们会觉得 这样子似乎有个性 立体感 你看东方人 特别是像是韩国 他们有些人就扁扁的 就是脸很像是平面 平面的 那他们常常就会动一些 这个骨头的矫正手术 把它做出来 甚至就是把这个 颧骨弓 把它打断 打断 打断在往内压 让它形成一个弧度的 本来是扁扁的 打进去 所以我现在跟有一些 外伤的病人讲说 你的颧骨弓断掉 没关系 是不是要做手术 那当然就是你要看看 你觉得说凹进去 是比较好的话 那就不要去动它了 但是还是要考虑 你的两边对称性 把另外一边也打断 你就帮它对称 韩国人就是这样子 就把两边打断 往内折 对啊 可是如果是车祸的话 或者是意外的话 把另外一边也打断 让它两边对称 有这样子的吗 到目前我还没有接受 这种要求 就是把另外一边 就恢复就好了 通常来说 我们是把受伤那部分 把它矫正回来 对 那至于你要不要去矫正 个人的一个喜好 另外一边 要不要把它打下去呢 那就是看你的需求 那鼻子呢 鼻子的部分的话 有很多重点 第一个就是鼻尔角 鼻子跟额头角度 大概是110度到135度 它的角度 也有一个标准的角度 对 它有角度 我们讲就是说 人是一个算是活在三度空间 所以你除了有这些平面 的一些三挺屋檐以外 你还有一些角度 侧面看过来 对 侧面看过来 所以这是一个 3D的一个立体结构 再来的话就是鼻唇角 鼻唇角的话 大概可以90度到95度 这个嘴唇跟鼻子的角度 那另外呢 我们的鼻头跟鼻翼 可以画一条线 这条线的话呢 最好是往上扬 2.1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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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这么小 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些 比如说你的鼻子的一个高度来看的话 鼻柱跟你的鼻头可以差0.1公分 只有0.1公分 可以差0.1公分 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曲线 真的有人可以这么完美吗 我们讲是这样子 就弯弓射日 虽不重亦不远矣 所以我们尽量有一个美的标准 那当然你要不要依照这个标准 这每个医师有他的坚持跟想法 当然病人需不需要这个角度 也是要依照他的 那当然有些人就是不希望朝天鼻 那有些人说希望他的一个鼻柱 我觉得以前有一个很 还是蛮夸张的 东方人的大概 女性的鼻宽度大概是 1公分到1.1公分 但是那位是一个东南亚的 好像是 记得好像是印尼的一个患者 他要坐到1.3公分 而且要非常的高 他是想要模仿成外国人 那种西方人的面孔吗 对 但是他是我现在坐到现在里面 就要求的最男性化的鼻子 因为又挺又高又粗 那这个其实 比较不像东方人的一个需求 对 他自己的喜好 对 他自己的喜好 对 到底这个美感的部分的话 可能后来是会建议他 说尽量可以少一点 但他如果还是要的话 坚持的话那只能够 他的美感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这样子 还是说他的另外一半是喜欢这个样子 我也不晓得 对 那刚才还讲了一个 有一个问题也要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我们鼻子开始变高的地方 会在双眼皮折横往上0.6公分 比如说像有些人就从额头就开始就下来了 对 那其实就是很希腊笔的感觉 那在东方人上面或许不好看 那有些人就会说 那大概从双眼皮往上0.6公分的地方下来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就是有一个大概的标准 对 大家印象中最对称或是最好看 应该就是林志玲姐姐吧 就是他左右脸是最对称 然后是几乎是比较靠近完美比例的人 是是是 其实很多model大概都是有一定的美学比例 那表现出来让人家觉得很惊艳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鼻翼 有像有些艺人鼻子很大的嘛 对不对 是 那当然会把它缩小 缩小到多少呢 一个眼睛的距离 就刚好是在眼头那一 对 所以这有很多很多细节在里面 所以说实在这个整形外科医美 要懂东西 也是蛮暴露万象的 是啊 对这个不同的文化的美感啊 因为有些可能不一定是台湾人 像刚刚 刚刚有时候是印尼人 那他的五官跟台湾人的五官 外形又不太一样啊 对 基本上就是东方人啊 只不过他要求会比较西洋化一点点 对 所以来找刘医师的 大部分是做什么样的类型的手术最多 大概颜面的手术 偏多 那当然你说抽脂 腹部脂肪过多 大腿腰部脂肪过多的也有 那这个做起来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还是要符合对称性 你两边基本上还是要一样 所以你在抽脂的时候呢 你就要稍微去注意对称这件事情 当然抽脂还有一些其他注意事项 就是说 我们会在患者站立的时候画等高线 等高线就是说 像是我们那个山丘有没有 会画等高线 有 那在身体上画等高线的目的就是 在这个等高线内呢 我要抽均匀的脂肪抽出来 那这样才会比较平均一点点 或者说左右一高一低 对 但是这是很遗憾的 我们人一躺下来 这些等高线都会移位啊 人是活的嘛 他有可能肌肉往这边动 然后骨头往这边移 地心引力的影响 它还是会移动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很多手术都知道躺着做 所以躺着做呢 对于整形外科来说 还是会有一些 外力干扰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所以你要做到 百分之百 一百分的话呢 其实 这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细心 那这个一细心 代表你的手术时间 不能够太长处 要很小心地来做这样子 而且一定会产生一些纠纷吧 纠纷只有东西 感觉它已经开了95分了 然后它会不会说 没有到满分 我不满意 有没有这种状况 这种还蛮多的 蛮常见的 这种有一种叫做 它的体材外形的一个 就是不满意的一种心理症状 这是心理症状 有一种心理症状 那我们有时候 有些医师会把它拿出来 在医学会里面讨论 那我们个人也会遇到一些 它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才在另外一个诊所 打过填补剂 比如说波尿酸 然后在脸上 就这个礼拜又跑过来 我想想说 那还要再填补 哪边有希望要填补呢 他就觉得说 那边有一点点不够高 但是事实上 我们感觉已经 95分 你刚才讲的 已经很对称了 但他还是要打 这样子可以做吗 但是我们就是 有时候会知道 有一些人 是属于心理的一些症状 我们有时候 还是会劝他说 你都打了 而且已经很漂亮了 不需要再打 因为任何的医美 总是有他的风险 对不对 不管是小小的一些 瘀青肿胀 或者大到 出血 酸塞 或者酸塞 到皮肤坏死 或者眼睛瞎掉等等 这些东西 其实的风险的话 有需要这样子 再冒险吗 你假如说 现在是60分 我觉得可以 你现在是95分 我觉得要斟酌 所以我们有时候 会好言相劝 真的是没办法的话 我们还是很保守 都把他打一点这样子 对 所以主要就是碰到这种 比较 算是心里有一点问题的病人 才会这样子 对 其实像我们大致上 有案例吗 有个案是这样子的吗 也还好 其实这种案例 基本上我们就是 尤其很小心来做 就没有太大的后遗症 或者是说 会不会是术前跟术后 就是术前先跟他讲说 大概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术后以后 跟他觉得的术后 是不一样的 这种大概还是会有的 那当然就是我刚刚提过的 就是说 因为手术是一个 有刀口的变化 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些 纤维组织疤痕 或者你刚才讲的 软缩的现象出现 那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你可能两边的对称性 或许就没有办法 一模一样 那有时候 他们会因为这个样子 来做一些 要求再做一次 把其他地方再改善一下 那这个东西 基本上我们都会进行的 所以不要是太夸张 说已经只差0.01公分 还要再要求到一样 对 假如是差0.01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不太动 因为基本上 我刚才就提过了 手术治疗本身就有风险 包括什么出血 发炎感染 愈合不良 疤痕异常等等 这些都是 所以我们在脸上 基本上就是以 mm 就是0.01公分 在评估的 但是你到0.01公分的话 还在计较 那就太夸张了 那这个东西 有时候就是 未必能够达得到 或许我现在改善了以后 另外一个问题出现 你又会跟我计较 另外一个问题 这边平的 那边又凸出来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你想看 打下去 只要万一打到血管 除了刚刚酸晒的问题以外 它产生一个血肿 就糟糕了 麻烦了 又出来一个不对称的问题 是 那会不会有病人要求 他是可能是 想要变成西方脸孔的 鼻子想要非常的 非常的凸 然后眼睛很深色 也很大 这种做得出来吗 这个当然局部 是可行的 但是局部的 像西方人 在你其他的一些脸上面 来呈现的话 这种合不合 比例 或者搭不搭掉 这个问题是要先想好的 像刚刚讲的 那个印尼的那位患者 那他觉得OK 但是其他人不OK 但是假如说 你要全面地来改成 西方的脸的话 那当然你要做的东西 就很多 其实你 这样也可以做 你自己想想看 我们脸 东方人的骨架 比较平 西方人的骨架 比较立体 像他的眼皮 大概百分之百 都是双眼皮 在东方人的话 是百分之五十双眼皮 那在我们的一个骨架来说的话 西方人的眼睛比较深邃 眼窝比较凹陷 美骨什么比较凸 对 那东方人的话就比较平 那眼脂肪比较多 那你真的是要迁就 这个西方人的形状的话 你可能就不能够指 说一个鼻子 或者一个某个地方 改善而已 你可能要全面地来修饰 那会比较像外国人 整张脸都要动就对了 那是可以做得到的 当然就是说 你可以小做可以大做 那小做的话就是说 像他我刚刚提过的 有些人希望 颧骨高一点点 我在那边 植入的这些填充物 多一点点 那你希望眼睛比较深邃的话 你可能就是说 眼睛比较抛的人呢 脂肪就要稍微拿一点 诸如此类的 那甚至你这个 脸的整个形状来说的话 鼻子的一个形状来说的话 可能都要做一些调整 依照刚刚提过的 比例原则 中线原则等等 是 好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 一首蛮有名的曲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启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首歌是美女与野兽 早期好像大家觉得都是女生整形比较多 男生好像比较不注重外形 尤其是在台湾 常常有这个讨论嘛 那刘医师自己最近有感受到 男生女生的整形的比例有没有什么差别吗 早期大概都是大概9比1 8比2 女生9或8 对 那慢慢的大概已经到大概6比4 女性6 男性4这样子 刚刚在医院里面就是做了两个医美 一男一女 快要变1比1了 他们是做什么样子的 比较多 今天中午做的是肉毒感菌注射 这是一个相当快速的午餐医美手术 小小的 算是治疗了 也不能算是手术 就打针而已这样子 对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一个午餐时间就可以达到他们想做的 微诊型 微诊型 但是你自己想想看就是说 微诊型基本上要动针 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些心理的一些挣扎 这个打针还是会痛嘛 其实你上麻药还是会有点不舒服 是 所以男生女生现在比例已经将近快要1比1了 那做的手术的类型呢 有不一样吗 其实这跟年龄层有关系 怎么说 假如说是这个年轻人 那可能就是单眼皮变双眼皮 女生吗 还是男生都是 两者都是 那这个是比例的话 大概是7比3到6比4 但是假如说你是年纪大的下垂的话呢 那几乎就快要1比1了 就是年纪大像马英九眼皮下垂这种 他的问题 他也是好像是睫毛倒叉嘛 眼皮垂下来 是这种吗 他其实也是有一些 当然我们到一定年纪都会有组织松弛嘛 那松弛的话 当然第一个就是功能有没有改变嘛 功能会不会影响到看东西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外形好不好看 那其实我刚刚就提过 这两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去斟酌的 假如说你在意的话 当然就是动一个手术 把松弛的改善 把你的外形做一个调整 那这要很小心来做这个手术 所以女生跟男生最多的都是在做眼镜 刚刚提过的 那其实呢还有很多 比如说像是抽脂手术 抽脂手术以族群来分的话 女性会比较多了 身材比例要比较匀称 对 特别是在生产之后 肚子会比较松弛嘛 那我们目前来说 第一个脂肪堆积 我们用抽脂的方式 但是假如说脂肪堆积 加上皮肤松弛的话呢 过去会做个手术叫腹部整形 腹部整形简单说就拉肚皮 肚皮松的地方把它拿掉 但是它伤口会很长 会从一边的腰到另外一边 腰的那么长的一个伤口 那这样不是有点不好看吗 对 所以目前现在有一种 治疗叫做电浆治疗 对 它是我们可以在抽脂之后 把电浆的探头放进去 然后它会产生85度C的温度 那这些温度可以让里面的一些 纤维组织缩紧 所以皮肤就比较不会脆脆的 不管是在垂直方面 或者水平方面 它都可以得到紧致的效果 那这是目前大致上 比较高科技的东西 它是用氮气 我们知道物质有三态 就是固态 液态跟气态 现在叫第四态 第四态叫做电浆态 它就把氮气它的电子把它打掉 变成一个氧离子状态 那这个时候电子再回来的时候 放出热量 那这个热量的话会跑纤维组织 它就是沿着纤维组织跑 很高科技的感觉 对 它比较不会去伤到一些神奇血管 那这种东西就是为了整个腹部的外形的美观 所以女生就比较多做这个 反正不是做胸部的手术吗 胸部手术其实一直都有 但是它的美感从以前到现在会有变 怎么说 像以前我们都希望它是一个比较有幅度的 但是呢 目前来说的话 它们的胸部希望是一个整个很饱满的 上面饱满 下面也饱满 这个可能也是受到一些媒体或者西方的一些 流行文化嘛 美学的流行文化的结果 那这东西其实也是看个人 所以这东西就要讨论 美的东西不能够就是说 我不跟你讨论就做下去这样子 或者说我想要做这个就做这个 对 做胸部其实 我们刚才提过抽脂手术嘛 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脂肪移植 就抽肚子的来到胸部 对 肚子的或者是大腿的 然后呢 把脂肪拿出来以后做离心 那离心了以后呢 脂肪被离心过会变成三层 下面的话是一些水啊 一些像是破坏的红血球等等 那个要把它滤掉 那中间那一层是脂肪比较黄色的 那上面那一层的话就是油 因为油比较轻嘛 会再上去 对 对 所以那个油也要把它吸掉 所以我们就拿中间那一层脂肪呢 来打到你要的地方 包括胸部 包括脸上 比如说像是太阳穴腹气功比较凹陷 脸颊比较凹陷 或者是其他地方 比如说甚至我还做过一位 抽脂过后 凹突不平的患者 那就在凹的地方再把它脂肪挺回去这样子 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吧 因为人体吸收有些地方多 有些地方少 它就会有凹突不平 凹突不平的话是要避免 你不敢说百分之百不会出现 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用这个一种特别的一个 溶液 一个药水叫膨胀溶液 打在脂肪的地方 那这脂肪呢 就会被这个膨胀溶液撑得很大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抽的话呢 就会比较 因为目标变大了 比较容易均匀 对 因为脂肪本来小小的 被撑大了以后呢 目标比较大 比较好抽 比较达到这个均匀的效果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抽脂的时候 它的一个抽脂的管子 不要太粗 当然也不要太细 太细你可以做好久 太粗的话 一下子吸一大块脂肪下来 就熬下去了 就熬下去了 那我遇到那个病人 就是这个状况 是前面的医生没有做好吗 对 所以不是有刘医师的问题 但是等于是救援 要救援 救援的医师 其实压力最大 因为前面已经做不好了 再做不好就糟糕了 所有的脏都算你头上 那就头痛了 对啊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了 那如果是男生的话 除了眼睛 还会做什么比较多 其他的话 比较多的应该是打斑 就是脸 脸色 像是有些 你知道年纪大 男性有时候 不是那么care 等到他care的时候 都已经满脸是黑斑了 是不是像是我们之前 郭台铭董事长 就是这样子 他那时候 原本就是搬很多 然后为了选举 然后就去打 然后整个脸 就变得非常的光滑 像我们其实很多患者 男性的 在打拼的时候 根本就不管外观的 冲事业 对 也不保湿 也不防晒 然后脸上到处都是 一点斑斑点点的 那甚至后来老人斑 越来越厚 那老人斑 有一点像是蜡烛 滴在皮肤上面 凸一块起来的 凸凸凸凸凸凸凸的 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呢 雷射 把它打掉 因为雷射 打的效果最均匀 像有时候用电烧 那要特别小心 它的能量 所以雷射基本上 在治疗这个老人斑来说 但男性的比例很多很多 讲到雷射的话 就不得不问一下 因为雷射据说 有非常多种 什么净肤雷射 什么蜂巢 什么皮秒雷射 这些这么多种雷射 是公用都不一样吗 还是说它是 同一种东西 其实我们可以大分 你是要做色素般雷射 这是一大群 第二种的话 就是要气化型雷射 第三种的话就是 有红色的 像血管相关的 一个病变的 一个雷射 它就有三大族群 那像色素般雷射的话 基本上我们过去早期 有什么 红宝石雷射 但是它很贵 因为它的一个戒指 它的戒指就是红宝石 再来的话就叫 紫翠玉雷射 雅力三大雷射 那它的波长不一样 红宝石是 694奈米的波长 那紫翠玉 或者是这个 雅力三大呢 它是755奈米波长 但是目前用的 比较多的呢 叫做雅各雷射 雅各雷射的话呢 有两个波长 一个是1064奈米 一个是532奈米 正好是一半 那它有不同的用途 那你刚才提到的 所谓的皮秒 那其实差异在哪里呢 在它的一个激发的时间 那过去的话 我们用的更多的是 叫奈秒 奈秒的话 就10的-9次方秒 奈秒雷射 那皮秒雷射的话 10的-12次方 的秒 这是时间长短的一个单位 对 它在很短时间 就激发出来这个 治疗的雷射 那这叫皮秒雷射 那皮秒雷射的话呢 它有进幅功能 也有蜂巢功能 那这蜂巢功能呢 有时候就是 为了这个像豆疤啦 外伤凹的疤痕啦 或者是毛孔粗大 或者是一些细纹等等 这些东西 那假如说是一般的 进幅雷射的话呢 它就是为了色素均匀而已 就是刚刚说的老人般 怎么就是进幅雷射就可以了 老人般的话 用进幅雷射 大概很困难 它要用传统的 色素般雷射来做 不管是奈秒的 或是皮秒的 这种雷射都可以 那是另外有一种 叫气化型雷射 那是第二种雷射 叫气化型的 它可以把组织呢 把它气化掉 说通俗一点 叫做磨皮雷射 那像有些老人般 它凸起的 那或者是有一些 皮肤的一些席肉 有人脖子上 有人脸上 蟹竹种那种吗 蟹竹种还不是很建议 但是假如说是一些 老人般凸起的席肉 或者是一些 白头粉刺 或者是一些 皮脂腺 增生等等 这样凸出来的 我们就把它磨掉 那其实就是把它气化掉 所以雷射还是分很多种 很不一样的 那这种气化型雷射的话 有分为 尔雅各雷射 那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二氧化碳雷射 这两大类 它的一个 波长也不一样 尔雅各的话呢 是2940奈秒 那二氧化碳的话 是10600奈米 奈米的波长 刚刚讲错 看来还是要 真的要请 有兴趣的朋友 还是要直接到门诊 来请教 刘医师 哪一个比较适合 才有用 不然讲这么多 应该很难记得 哪一种是要用什么 哪一种状况用什么 没错 或者脸上有不同的状况 可能这个要用这个 这个也有要不同的雷射 不同的来混合 像有些人就 先天就是脸上有一些 就是胎记 胎记啦 红色的啦 这种血管 叫做血管瘤之类的 我们就要用585 或者595奈米的 波长的一种 叫做燃料雷射 来打 所以东西太复杂 这种东西其实 我也不是 状况很多啦 我也不是一天 就知道这么多雷射 我们也是慢慢 累积累积累积 这样下来 所以每一种雷射 都有不同的机器嘛 对 都有不同的机器 不同的厂牌 不同的国家的东西 有些雷射 可能是什么 韩国制的 美国制的 或者什么 德国制的 不同的牌子 也都不太一样 没错 你刚才讲的 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 那现在还有以色列制的 对 你看它国防很厉害嘛 它雷射也很强 因为国防也是要很精密嘛 所以用在医学上也可以 没错 就这么多种雷射 真的要请教专业的医师才行 不能自己说 我要打哪一种 太危险 其实雷射最重要就一个字 病人安全最重要 因为雷射的话 要保护眼睛 所以这东西 就是跟各位消费者要提到 就是说眼睛保护好 这最重要 其他的就 我交给专业的就好 交给专业的 对 是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 比较 个人的问题了 其实会 今天会邀请刘云师来 也是因为我自己有做了一些 医美的手术 算是吧 算是之前有做过 那个大概是几年前的 可能有七八年前了吧 七八年前了 应该有吧 有 在疫情前 好像两三年就做了 应该超过的 我那个时候是做鼻子的 那个算是什么 龙鼻手术 龙鼻手术 那是放一个 对 这个甲体进来 对 那个叫做什么 算是 甲体 早期的话就是矽胶 那矽胶过去 有医师自己雕刻形状的 当然也有所谓 就是器材 这种医疗器材公司 把它 已经先做好的 这个 这个选择其实也蛮多的 也是有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厂牌 那当然目前来说 除了矽胶以外呢 又有人做所谓的Gortex Gortex的话呢 它就是一种像 我们穿的这些衣服的Gortex 那种材料 材质不太一样 对 它有孔洞的一个特性 那孔洞特性的话呢 它组织会长进去 它就会感觉上会 更真实一点 形成一体这样子 它一样 可以医师自己去雕塑 或者是它 帮你做好形状 那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说 把它两个混在一起 叫卡麦拉 卡麦拉的话就是 外面是Gortex 里面是矽胶的东西 不管怎么讲 这些都是材料的问题 那你要把它做得好的话 方方面面都要很小心 你的材质要选好 你的形状要选对 当然手术的技术很重要 对 包括你这个手术中间 那个空间 要把它做得非常的对称 那你放东西 才不会歪到一边去 那时候应该是 从左边的鼻子这边 内侧 切了一条 咬伤口 然后把植入 植入进去 是 有很多切法 有些人是切一边的鼻孔 有的人会两边的鼻孔 整个打开的 叫open tip 就是把鼻孔 鼻尖整个打开的方式 那这个也可以 那每个医师 有他的一个喜欢的方式 习惯不同 对 但是你是想想看 其实我们的鼻子的手术 也是好多 包括鼻中隔手术 鼻中隔是太长了 造成它弯曲 其实我之前在做 刘医师之前 我也做过鼻中隔手术 是 就是把 因为鼻中隔弯曲 所以就是用 它有点像挫刀一样 把我鼻子 其中一边的鼻中隔 把它挫挫挫 听的那个声音很可怕 很像 很像在刮骨头的 然后把一边刮掉 然后再用剪刀 剪掉多的那个鼻息肉 对 那个感觉很像 比较土炮式的手术 它不是用雷射 也不是用一些 比较精密的仪器 对 然后刮一刮完 医生就问我说 嗯 这样子感觉怎么样 然后就吸一下 说好像可以再多一点 然后再刮刮刮 再刮 感觉是那种 就是有点恐怖 那个声音刮到 会震动到脑袋里面 是是是 现在也是这样的做法吗 现在其实说有很多 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方式 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说 我把这个鼻中隔 把它缩短 那缩短的话 可能要截掉一小片的一个鼻中隔 那这是叫做 鼻中隔的矫正 那因为你鼻中隔会弯曲 有可能是它的组织太多 所以你要把它去除掉一部分 那这就是鼻中隔手术 那鼻中隔手术一定要先做 或者是跟龙鼻一起做都可以 那鼻中隔矫正完了以后 你中线队了 你再来放植入物甲体 才不会歪 才不会歪一边 对 甚至有一些人 他甚至要敲骨头 他的骨头可能就是比较扁平 要把它立即一点的话 甚至还要敲骨头 那这个 大功臣 就功臣比较大一点点 因为有时候一敲 这个裂的方向 不是你要的方向 就糟糕了 对 其实我为什么要 会做这两个手术呢 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 有受过伤 我那时候就是 整个脸这样 啪 就砸到地上 而且我那时候是 站在一个旋转的桌子 就比较那种 上面是这样子 吃桌菜 中式的桌菜的桌子 然后可以转 我小时候就站在那个上面 然后一边 就是手在那边转转转 人整个就在那边 转转转转 然后就飞出去 然后脸整个啪 就撞到地上 所以那时候的鼻子 就很 就有受伤 然后里面的软阻支 什么就有问题 对 然后那时候开始 就鼻中隔就有弯曲 然后鼻子就是 很像是 有时候被平底锅打到 就扁扁的 是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也是外伤造成 然后后来才去做 鼻中隔手术 然后再 再找刘逸师来做这个 龙鼻的手术 是 其实有一些人就是 是外伤的 对 那有些人其实是先天的 他也没有外伤 也有这个问题的 那同样都要接受一些 矫正的方式 对 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 很困扰 就是鼻子 就是那太小 可能才幼稚园吧 那时候小朋友不懂事 在那边乱玩 家长刚好都没注意到 然后就飞出去 对啊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会做医美 其实就是有 各式各样的一个 历史因素 是 那有些人可能是意外 像我这种 比较像是意外造成的 有些人可能是先天的一些 就是先天基因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理想 对啊 你看那个 非洲的那个 有比较深色皮肤的人种 他的鼻子跟东方人 其实他们相对来说 会比较塌一点点 那就是种族的一个基因特性 那你像说希腊人 那希腊的鼻子就很高啊 那 那 北欧人 他们比较冷的地方 他们鼻子都很 很住出来 他有时候就是要增加 他西洋的那种空间 空气比较冷 西薄 他要长一点 他才不会 才不会太冷 就是可以让他 深温一点 没错 没错 这就是有地理因素 这个 环境的关系 环境这个 或许是 另外一种讲话 就是演化的因素 对 那但是有些人会整形成 现在的王眉脸 王眉脸 有没有碰过这种 蛇精 下巴要很尖 然后 有碰过吗 我比较少遇到 这一个族群的 就是说 基本上我比较崇尚 是比较 看起来是比较 自然一点的 那这也是跟个人的 做法有关 所以他们就不会 特别来找刘医师 因为知道说 您是做比较 正常的人 对 但是你说 你一定要做到那个程度 也不是不行 因为其实技术上 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说 你做一做 看起来会很怪 对 因为我们讲 最理想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 医师满意 患者也满意的 那假如说 你是患者满意 医师没有那么满意的 其实总是在某一方 会有点点失落感 为什么做这个样子 像我这个鼻子 这个不讲的话 其实没有人知道 几乎没有人知道 我这个鼻子 是有什么状况 就是很自然 非常自然 你体质条件很好 没有 可能就是 那时候 刘医师有帮我 特别有照顾好 要这样 因为我本来 其实想要选的 另外一种 是比较 高一点点 比较高一点 但是后来 就被刘医师劝退 我说那个 有一点 可能会太多了 我就好 那我就选现在这一个 是 这个东西 就是各方的一个讨论 这样会比较好 当然你要再高一点点 坚持的话 当然 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也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就是会比较 就是怪一点 或者比较 没那么自然 对 因为你知道 就是说我们手术 也要考虑它的一个风险性 当你的植入物太大的时候 你的皮肤的受力会太大 受力太大的时候 有时候皮肤容易破碎 破裂 或者是像是 Michael Jackson的鼻子 一样会掉下来 对不对 它可能就是多次手术后 它的组织已经比较脆弱了 所以在一点点 什么样的干扰的时候 就破裂 打个喷嚏 什么鼻子 可能就甲体就传出来 可能一次不容易 可能是多次的一个外力 有可能就会传出来 这样子 那那个就很麻烦了 那个有时候 感染 并不那么容易 那个要修复起来 时间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做很久 对 我就说修复时间要很久 是 反正能够一次搞定 最好就一次搞定 不要再来来回回 一直再重复弄 其实你知道吗 开刀 病人最辛苦 对不对 我那个时候修复起 大概修复了两三个月 真的 就是一直会感觉 有一点肿胀肿胀 不是很舒服 大概 是 前面一个月比较严重 然后后面两三个月 是慢慢慢慢 就比较 比较舒服一点 对 所以那时候还好 没有放太大 不然的话 你的不舒服时间 可能更长一点 而且可能太大到时候 可能就会有 刚刚说的一些并发症 或者是卵缩的问题 对 因为异物 这种甲体在身体里面的话 身体里面 假如说有一些细菌 在血液内的话 很容易就停留在甲体上面 造成感染发炎 那化能破裂这样子 所以离身体越 就是变化越大的时候 就越危险 对 特别是有甲体在里面 像是我们刚提过的 胸部的甲膜软 也是有可能是因为 有些细菌跑到那边干扰 造成一些疤痕的一些变化等等 对 所以有时候不能说 这明明这只有这样子 然后想要很大 这样就不行 对啊 我们有时候做完胸部 病人 现在十个有八个就说 为什么不再做大一点 就是没办法 本身的条件不够 对啊 因为他们觉得说 跟他想要的大小 好像又小了一点点 有点落差 但是还是要想清楚 因为你知道 我们现在的一个胸部的植入物 它的一个体积高度 底面积 应该是最大的 都是有一些选择性 那这些选择 还是要依照你的体材 来做调整 毕竟鼻子可能还好 胸部的话 是很大一块的夹体 要放到身体里面 那个就危险性又更大 危险导致还好 只不过就是后续的照顾 更麻烦一点 对 可能他有些要按摩 有些不用按摩 所以现在还有一些 比较令人担心的问题 就是说有一些 表面绒毛面的这种 植入的胸部甲体 可能在很小的比例 造成一些淋巴癌 但是这种相关性 可能并不是那么大 但是 有这个风险 对 所以现在还是会回到 早期的平滑面的一个植入物 至少在目前没有这个案例 所以考虑的问题 真的是很多 所以真的还是要多请教 不同的专业的医师才行 不能随随便便找一个 就马上就去做 尤其是有一些可能是 其他的 就不像刘医师 是找整形外科 在转到 有在兼做医美 有些只有是 可能是别科 然后直接跳到做医美 那个状况就不太一样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别科转这个 本来也就看天分 有些人甚至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也有 但是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比较扎实的训练之下的话 可能在处理上面会比较正统一点点 会更安心 我们考虑的点可能也不是只有美 或者是这些结果而已 可能要考虑一些安全性 或者是万一发生问题 我们能够解决的能力 对 OK 那我们就很谢谢刘医师 好 谢谢方法 好 那我们这边是怪物与书生 我是方法 方法得方 方法得法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YouTube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到Apple Podcast 帮我们聊五星评论 今天节目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